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开拓国际客源市场 继3月在日本东京成功举办今年首个海外大型路展之后 旅游局亦在新加坡启动了第二站的海外推广活动 举行为期4日的大型路展活动 令到当地居民及业界加深认识澳门旅游家汇展的优势 吸引更多新加坡休闲及汇展旅客房奥 力托东南亚客源市场 其实我从未来到马卡尔 但我有几位朋友都告诉我 所以我真的想去旅游 我认为非常关注地认识到哪些地方 我去马卡尔 我认为马卡尔有很多历史 文化,食物和兴典 我记得我忘记这些蝦腿 和牛肉是一种材料 所以我们来到这里 看看哪些地方要去马卡尔 哪些地方要去哪些地方 因为我们不想去学校旅游 我们只想去哪些地方要去哪些地方 除了精彩的路演活动 旅游国杰都会和澳门旅游业界 在当地举办澳门旅游家汇展 最新产品资讯推介及合谈会 向当地业界 介绍澳门旅游业及汇展业的优势 同场也持有合谈环节 方便两地业界对接 促进两地旅客户房 澳门的美食 非常吸引新加坡人 新加坡人对美食来讲的话是很喜欢的 所以我觉得澳门你看蛋塔 还有老街 还有一些旧城区的那些 非常吸引新加坡的游客去 要多一点航班 因为新加坡人比较 对我们自己的航空 好像新航或者Scoot 如果有直飞会最好 现在只有Air Macau 另外一个就是经过香港 经过香港是比较累 那么只好就直飞了 节省时间 今年适逢是澳门特别行政区 成立25周年 旅游局特别针对国际旅客 推出《好礼等你来》 旅游优惠项目 送出25万份 涵盖机票 跨境交通 酒店住宿 餐饮游乐 及表演门票优惠等丰富奖品 争取更多国际旅客 选择到澳门旅游 请不吝点赞